我们上周呢已经除了底仓以外呢就全都减掉了 也就代表了我们现在目前能够保持的最低仓位 短期呢我不认为有确定有好的低点 因为跌速过快 跌速快呢会使得一切的动画呢都会消失 动画消失之后短期之内不会形成结构 能理解吧 比方说日线的动画消失 要想形成日线的结构 必须的经历一个反弹之后再下 经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 再经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 十个交易日至少十个交易日 所以我上周说 我说这个大概未来的两周左右的时间是没有操作的 大概率啊是没有操作的 原因就因为此 跌速过快 导致的低点很难出现确定性 能理解的答应 未来两周 好吧 今天呢就再次出现 小大幅度的下跌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个日线的跌速还是比较快的啊 既旗的跌速比较快 然后呢动画消失 如果动画再形成结构的话呢 它至少有一个反弹 然后再下 这段时间是吧 至少两周的时间 两周之内是很难形成啊 确定性好的低点的 有反弹但无法确定低点 即便是出现 低点 止跌 但是呢 级别无法判断 是一个大级别的 好吧 上证书 上证书90分钟线 今天有学员说 这90分钟线结构如果形成 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上证书 上证书 从目前价格距离趋势非常远是吧 6天肯定是不行 90分钟代表8天大概率也是不行的 所以盘中说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距离远 90分钟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呢就是容易消失 级别小 看这90分钟这个当形成是吧 第三个原因跌速快 这就当形成动画然后马上就消失了 你看它形成动画的时候在这儿 最低点在这儿 它离得很近 所以它很容易消失 第三个呢跌速快 这一波它又不是缓速 又不是衰退 我们说什么是正八景的结构啊 就是急跌 是吧 反弹缓跌 这就是正八景结构 代表了一个趋势的速度的衰退 从一个60度角衰退到30度角 就是衰退的过程 所以呢 从这三个角度来讲 90分钟距离远 级别小容易消失 然后呢 跌速快 那盘中就直接告诉大家 90分钟即便形成结构 也不操作 60分钟直接pass了 对吧 120分钟没有 日线呢 要是想形成下一次的结构 至少在两周以后 那现在来讲呢 我们的操作也比较简单了 等着呗 是吧 等着呗 这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没结是吧 稍等把60分钟那个图拿上来 好 大家看这是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目前还有动画 动画没消失 但是明天大概率也是消失的 原因一样啊 它即便形成结构也不操作 何况它大概率还是消失了 这里是动画 但是 这个值跟前面这个最低值相差非常近 跌速快 级别小 距离趋势远 所以60分钟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现在分钟现在就相当于没有结构 日线呢也没有结构 那要想形成结构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除了结构以外 还有趋势的突破 现在距离趋势又比较远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跌速又比较快 所以呢 近期可能没有操作 好吧 能理解的打一 以后再讲其他的指数啊 近期啊 大概率是没有操作的 等着吧 市场是很弱啊 市场是很弱的 那你说你能把它杂招 是不是 周末那个 证监会的那个 是吧 我也看了 很长的文章 各种问题 各种解答 就是市场呢 是很呵护 就管理层呢 是呵护市场 但是他那现在市场 也没办法 你不能说 只许去买入 不许去卖出吧 对吧 也没有办法 等着呗 好看下一张图 上转五零 上转五零今天创新低 收盘价格 出现底部的敦化 这个敦化的级别是较大的啊 上转我们也说了啊 但是呢 由于短线跌速快 并且呢 就是对比一浪 一浪 三浪 这个五浪呢 明显是不足啊 五浪明显不足 所以呢 我判断的就是说 他可能也会经历一个反弹 然后再下 然后这个线段就足了 速度也调下来了 因此这个动画呢 只能代表了 上转五零 它有动画加九 但是呢 不代表它是一个 下跌的接数 好吧 这个一二 一三五啊 一三五 五浪下跌 其实到三浪 一浪到三浪的空间 就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五呢 你看其实比前面的 低的很少啊 很少 但是五呢 我觉得它跌速不会特别的快 跌幅也不会特别的大 它毕竟走了一个五浪的下跌嘛 对吧 五浪的下跌了 然后呢 今天有说什么五浪末期的 我上周讲课的时候 包括周日写的 周一操作策略的 我都明确的表示了啊 五浪现在是中期 或者是初中期 我从来没有说过 现在目前是五浪的末期 然后你不能先假设 现在五浪出现末期 然后什么九十分钟结构 为什么不买什么的 这是自欺欺人嘛 对吧 大家还得耐心一点啊 耐心一点 所以呢 上升五浪 也创新率也确定是在走五了啊 二浪五 伸程值 伸程值 一样啊 五浪的下跌线段不够 你看那一 是吧 然后你再看这三 然后你看这五 然后呢 关键的跌速快 是吧 跌速快 跌速快乐下面也没有结构 所以它最好的走势呢 还是这种啊 反弹然后再下 然后速度降下 同时会有 结构的现成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啊 一时半会也行不成啊 快两半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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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多化的级别是很大 还是 但是这个 还是这个 五浪和一浪三浪的对着性的问题啊 你看这一浪 对吧 你看这三浪 然后再看这五 你就明显感觉到短 这你不需要嗯 就是目测 因为眼睛去看 明显感觉到短 然后速度还快 那怎么办呢 就是最好的办法是调速度 但是假如说这个 创业版指数是我们的标的指数啊 这个顿化加9 至少是可以考虑的范畴之内 因为它虽然说 跌速快 但是这个顿化的级别太大了啊 这个创业版指数的动画级别太大了 因为它要跟这儿进行对比啊 要跟这儿进行对比 就是很难轻易消失 然后分钟线只要再形成 像对应的这个低点 这个日线的动画加9 它一旦形成结构 那么它就有可能形成低点 或者是双结构 对吧 在这先形成一个反弹之后 再下之后再形成一个双结构 但是你看这个 上任数是没有的 上任数短期程度都没有 也不用太担心这个踏空 上面有趋势护航 也不用太担心踏空 然后呢 那我们至少得找一个降速之后形成的低点 然后再买进去 降速之后 那降速呢 就现在目前下跌速度比较快 然后会经历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会很折磨清仓的人 就是哎呦 我现在仓位比较清了 现在有反弹 这怎么办 这个反弹可能会很折磨 这个清仓的人 但是这个反弹之前 是不具备买入条件的 也就是将来一旦出现反弹 而且不会特别远 会再近期吧 就出现反弹 那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反弹 第一个它是不符合买入条件的反弹 好吧 连接急速到缓速 急速下跌 快速下跌到缓速下跌 中间必须得有一个反弹 要不然还是不行的结构 能理解的答应 会不会有期浪下跌 天哪 现在已经140个交易日了 是吧 五浪才是中期 五浪要是到了这个末期的话呢 可能就得160个交易日 160个交易日 你再加上6和7 那钱加起来200多个交易日 咋 200多个交易日的下跌啊 还让不让人火了 其实这三浪呢 对比一浪是有下跌速度 有所减弱的啊 这个三 对比一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低点 我们本来认为是挺好的点 是吧 本来都是认为挺好的点 结果呢 又再继续下跌 再继续下跌 但是三浪的低点的空间 从一到五的话呢 它占了空间的90%啊 空间上 嗯 主要的跌幅已经过去了 但是你说这个五线 它目前跌速又快 对真心又不好 你怎么判断它直跌呢 现在无非就是什么 部分的指数 有个多花加旧 是吧 多花加旧 今年太难了 哪年不难 哪年不难 七年不难吗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 三点四十七分 四成长大概率能保住吗 95%的概率能保住 现在会文章太长了 就不谈了 提到了 提到了硬化税是吧 提到了提加零 提加零明确表示不成熟 对吧 这个硬化税呢 明确表示对市场有利 但是呢 比询问相关部门 那意思就是 这事不给我管 你看之前我们也提到 这个硬化税是财政部收的 不是赞建会收的 赞建会说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归我管的 我负责降低费用 这个证券交佣金 然后这个过户费 是吧 它已经明确了 是吧 会降低 为了这个活跃市场 但是这个硬化税呢 这事不归我管 请这个 但是呢 我承认降低会对市场 有活跃的作用 请你询问相关部门 是不是 这就是原话吗 然后呢 我们 这是在后面说的 就前面说呢 就是鼓励 这个长期资金入市 是吧 保险基金 养老基金 咱们这个企业年金 对吧 这跟咱们说的 大致上不太多 我发现啊 大致上不太多 但是呢 这个 最上面那段啊 第一段 要贯彻政治局会议精神 把资本市场搞好 搞上去 这整个来讲 是这个思想啊 好吧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 也没法弄 也没法弄 那现在不创新低 那就是二啊 我这过去也出现过 对不对 你像那个 5178涨之前 那一二七点 涨了也就 一两个月 那二大就直接就三四个月 很正常呀 然后呢 这个 19年 一浪涨 一月份到四月份 涨了三个月 二浪直接调十一个月 是吧 二浪直接调十一个月 现在呢 就这一波 从春节之后到现在 一直处于调整周期 有一个无浪的下跌 无浪的下跌 无浪的下跌 这个跟那个 19年那波的 十一个月的下跌 不一样 19年那波 它其实是一个大的N字形 就是ABC 所以我觉得 这个走完一个ABC 基本上 它就有结束的可能性 这是上次咱们满舱抄底的主要原因 还有日线结构 还有周线的底部序列 是吧 各个方面条件都很好 但是现在就往下跌 往下跌 就不能说 我们对市场不对 对吧 市场永远都是对的 咱们就纠正自己的错误 就完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不能否认 三浪的低点 它是一个好的 确定性好的低点 有的低点 它确定性就是好 你们玩现在 现在位置比 咱们满舱抄底的三浪的低点要好 位置比它好 但是低点的确定性 就是不如那 这个我们得实事求是的讲 低点的确定性的问题 就是不如三浪的低点 但是你说万事俱备 是吧 那他就是部长 他还往下跌 那你也得认 你既然干这行 你既然想抄了一个底 你就得对市场得尊重 对规则得尊重 你得认 所以我们趋势破位 到现在我们还是该减减 是吧 咱们不是死守的那活 讲完再加倍 但现在呢 就大问题是 要啥啥没有 是吧 要结构 结构没有 要速度 速度没有 要对称性对称性没有 要指出这间的协调性 协调性没有 要他咋没有 是他咋没够 你说这怎么办 那就只能等着呗 是不是 等着呗 会好的是吧 会好的 面貌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远行者2D33出于底部横盘大震荡这种没有脚大的上升基础 你啊 不太懂 就先不说话 底部如果出一个大的震荡过程中 那就具备了上升的基础 横起来多长 竖起来多高吗 底部1.2不震荡 在底部1.2不犹豫 不怀疑 也不折腾的 你看有几个能起大行情的 哪一波大行情起 不都在底部折磨人呢 至于他会跌到什么位置 跌到什么点位 我觉得这不重要啊 重要吗 不给你买点你能买吗 管在这3,000点 3,100点 2,800点 还是2,900点 他到底跌到哪个点位重要吗 你给你跌到2,400点 不给你买入的条件你能买吗 年限收银 目前年限还上升0.12% 涨了三个点是吧 上升的时候涨了三个点 0.12 但是还有三个月呢 还有三个月呢 对 还谈论了延长交易时间 延长交易时间 看的样子 在讨论过程中 期间0是彻底不成熟 那么一花税是不给他管 但是他肯定了一花税 对于市场的活跃作用 也肯定了市场的呼声比较高 对吧 咱们那个交易师的上方有这个年限的那个选啊 可以直接点选年限 就是把每一年限升成K线最高价最低价啊 升成这个走势 那你如果看了这张图 看了一个年限的走势这个图呢 就是虽然长得慢 但是大方向还是向上的 就一目了然是吧 能用眼睛直接看出来的 这么长时间的下跌 如果二浪从一浪起到未来的看破事件 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康波周期的扩张期 我曾经说过 它不一定是上涨的 有可能是震荡的 但它不会下跌 康波周期的收索期 它不一定上涨 它不一定是下跌的 有可能是震荡或者是下跌 但是它不会涨 好吧 你管它那么多了吗 你就做好现在就完了吗 19年到21年 康波周期26个月 是吧 25个半月 19年1月份到21年的2月份 25个月 25.5对吧 我们说一般来讲 扩张期是26个月 那么 19年的1月份到20年的3月份 是吧 14个月不涨 那最后呢 从20年的3月份 到21年的2月份 11个月 完成了90%的涨幅 前14个月不涨 后面11个月完成了90%涨幅 你认为有问题吗 我就问你 你认为有问题吗 而且20年3月份到21年的2月份 这波行情 你如果看上升50 看护身300 看上升数是没有的 看上升50 看护身300 你看月线 它甚至在历史上可见 就这波行情其实是挺大的 在历史上可见 你看月线 看周线 你都能看到这波行情 但是这波行情的90%的涨幅 是最后11个月涨的 最后11个月涨的 前面14个月不涨 怎么的 有啥问题吗 提加领是直接否了 提加领是直接否了 延长交易事件 那个事 他没说死是吧 这讨论是吧 大家不用多想 延长时间啥作用 啥作用没有是吧 没啥作用 现在最主要还是鼓励 这个长期资本入市 这个我原来一直说 我说这是有效的 你一花学这个事 你昨天出了 你今天涨一下 然后后面咋办 对不对 后面咋办 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那我之所以说 这个长期资金入市 这个事 美国有个421K计划 你们记得 你们知道吗 421K 421K的资金 这个投入美国股市的增量 跟市场的涨幅 惊人的相似 达到了93%的相似度 93% 你们能理解意思吧 所以呢 就是说 他这个长期资本入市 对于市场的 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 那现在呢 会有什么效应呢 就磁吸效应 市场涨 资本就碍入市 资本碍入市 市场就涨 市场就涨 资本就碍入市 将来会 这个会成 几何倍数的增长 现在最主要问题 解决不涨的问题 是吧 不涨的问题 那假如说 我是国家对的 我肯定是拿了一部分资金 是吧 你就甭管我怎么 怎么怎么怎么 是吧 我就市场市场就天天卖 就是涨 你今天不信市场揍牛了 是吧 好没关系 明天我也不涨的不多 是吧 我天天就就国产投垃圾 这儿了 这儿不大 我天天往上涨 然后涨一个月 你再看 效果立马就来了 不行再涨一个月 再涨一个月 然后呢 只要把这个 市场的赚钱 将来带起来 那后面对吧 一时就激起千层浪 一千层浪 浪里个浪 数月过河 全靠浪 现在不行啊 现在是吧 跌速我二块 一点面不给 别打美国说事 中国是中国 你就不管中国还是美国 这世界上的不是 那是不是钱多了 长期资金入市 是吧 这部分入市 买了之后 他不卖 这叫长期资金 那都是上涨的 主要原因的 难道印度不是 难道台湾不是 台湾省不是 难道日加25不是 都是呀 中国股市 跟美国股市 设计的时候 制度就不一样 我问你 中国人和美国人 不吃饭 饿不饿 我刚才说的是 长期资金入市 不管哪个国家的股市 都会这样 就你吃饭了 你就不饿 这是最起码道理吗 这简单道理吗 对不对 好吧 不用多想了 不用多想 所以呢 就是 大家你看这个 政策会的发言文章 很有意思 第一 第一段是吧 这个政治局会议 发展精神 第二段 这个 这个 长期 资金的入市 鼓励 你说他也不能强制 只能说是鼓励 然后 一些制度 你像这个印花税 还有这个 天下零 那都是中后面讲的了 也包 也也谈到了 这个大股东减持的问题 是吧 信息披露 违规的问题 等等等等 有很多 很多 是吧 然后这个 有空了 大家可以看了 这个文章 这个 那个顺序 应该是以重要程度 来做出来的 重要程度做出来 其实跟我说的 这个重要程度差不多 我一直说 我说这个 印花税的一个事 忽盛比较高 但是呢 它不能解决长期问题 真的要解决 中国股市的问题 第一个就 长期的自行入市 起到这个压仓舌 我说过这个容器的概念 容器 我说比方现在的 这个中国股市的这个水 是吧 这个容器的100毫升 IPO往后抽 抽了20毫升 大股东减持又抽20毫升 那价格就跌了 但是呢 大股东减持IPO 他们俩抽的这个水 让长期资金入市的这个水 给它填住 甚至更多一点 股市自然涨 你像这个 这个印花税 印花税取消只是刺激 一天两天三天五天 对不对 它能刺激长期吗 你不解决长期的问题 你出了印花税 短期涨一下 我的 反正我是准备的 出印花税呢 我就跑 我是准备就跑的 如果它要是出印花税高开 高开 反正我是至少有这个准备吧 因为它不解决问题 不解决问题 但你说这大股东减持 这个事 你不能 不能不让人家坚持 然后呢 包括股权支押 你不减持 我就支押 然后从银行贷款 把股权支押 还有一大堆问题 一系列的问题是吧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从容器的概念里 有往出抽水的 就要往里注水 注水的大于抽水的 它就涨 注水的小于抽水的 它就跌 是吧 那市场如果上涨 起到了赚钱的效应 不需要长期资金入市 那短期资金 它也进来 热钱它也进来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蝴蝶效应 是吧 刺激等等 但这个事呢 跟咱们也挺远的 是吧 扯的扯不太到 我们呢 就不管市场怎么说好 是吧 我们的管理层 怎么呵护市场 破费趋势还得出来 怎么看不看好 市场一片开水 看水省 如果突破趋势 我还进去 那爱谁谁 那我们也没有太大吧 今天多讲了一会儿 16.07分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连老师都这么看 还有上涨西方吗 你是不是聋啊 我对市场 都很看好的呀 跌完五浪下跌 二浪五 二浪一 二浪二 二浪三 二浪四 二浪五 二浪走完的时候 还是上升中期啊 但是五线来 目前跌速快 又是初中期 我等一会儿怎么了 实际上 你这是 我指对吧 BV抄底 解决将来的问题 如果不处理好 又是三千点保卫展 你管他呢 处理好 你没有结构 你能买吗 不处理好破卫趋势 你不卖啊 三千点保卫 还是两千八百点保卫 还是两千七百点保卫 还是三千三百点保卫 管你什么事 你看着就完了呗 你该怎么做 还是要怎么做的 不要这个交易走行 但是我们所说的 现在你比方说 这个跌速快 然后没有结构 现在不形成买点 我们还需要等时间 这是有理有据的呀 有依据的呀 对吧 然后大家不要多想 盘总会不要 这个各种 这个负面的言论 你像这个 今天下午有个用户 叫什么 7722 16049 两点开始 大挑水 虽然说两点之后 还是走弱 但是你说 你在弱势的过程中 这是吃饱了 唱歌呢 这不是有病的 不要知道 这个行情的恐慌 和这个言论的恐慌 这不属于大挑水 正常的一个波动 你说今天的跌幅 昨天的跌幅 还有前来的大阴线 跌幅从整体的角度来看 都不算大 另外呢 这个五浪的地点 跟三浪的地点 没差特别多 不会多想 好吧 我刚才说了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叠速快 就不会有结构 分钟线也不会有 日线也不会有 它行程结构是需要时间的 第二呢 跌速这么快 它得调速度呀 对吧 急速调成缓速 调速的 它也需要时间 第三个 对称性不好 一浪的线段那么长 三浪的线段那么长 四浪的线段这么短 调对称性 它也需要时间 也代表了之前 我们之所以看好 是因为我们不患 在后面有五 我们认为ABC就够了 ABC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然后呢 好处是 如果没有五 就买到最低点 二浪的最低点 如果有五的话呢 风险也不大 所以我们就买了 那现在缺点有五了之后呢 你必须实事求失的 角度来讲 五 无法判定五结束 也无法判定五近期结束 等着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帮大家十分钟的时间 谢谢大家